我整段听下来 你们两个人 就是因为钱 闹出了这么大的矛盾 然后你们两个人的结合 似乎也是因为 凑合在一起 就搭个伴就完了 可能要了这个孩子 因为你们觉得半路夫妻 走下去的可能性不太大 那我们来一个孩子 就能让我们的婚姻 更长久一点 但是你们两个人 都在各自心里打着算盘 各不相让 就是让我们看不到 一丁点生活的美好 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要再一次选择走进婚姻 如果说现在你们 继续还在一起 说打着以孩子 儿子小的旗号 还继续在一起的话 那我求求你们 你们还是赶快分开吧 可千万别害了孩子 否则这两岁的孩子 从他开始懂事起 每天看到的就是 爸爸如何对妈妈凶 妈妈和爸爸如何算计 怎么把钱给到姐姐 然后爸爸又如何埋怨妈妈 没把钱给到我另外一个姐姐 他每天都充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还不如 让他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 虽然是在一起生活 可是心却在各自别的地方 别再跌跌不凶 男人该有一点大度和气度 如果你们两个人 真的就一直这样揪着 这一点各自的利益不放的话 那今天这个舞台 正好给你们一个机会 彼此安静地说再见 好不好 不要把恨 带到生活当中 好 谢谢 谢谢张大老师 来 胡老师 婚姻有三种形式 新婚再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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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无能真情60秒 我想说这是 病的孩子现在还小 虽然是说 因为咱们两个 以前就是说都太不熟了吧 各自说有自己心理想法 但是没有顾及到孩子 我希望咱俩能就是说为了孩子 互相都改一改 病的孩子现在还小是不是 不为别的考虑 为咱们的儿子考虑考虑 我就是为孩子考虑 我才决定离婚的 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就说我有尊重你的选择 是不是 女嘉宾给男嘉宾放的是什么呀 放了就是那些首饰 然后就生活当中就全部摔碎了 然后我的心一根就碎了 所以就还给她了是吧 首饰 您干嘛送个奶瓶 大言话就是说 分一好喝一好 现在孩子毕竟还小 就是说 我希望她呢就是说 还是能留下来 主要是还是为了孩子 好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